俄国有个大科学家,名叫罗蒙诺索夫,他懂得很多知识,他不仅会学诗,而且在化学、物理学上也有杰出的成就呢。 罗蒙诺索夫哪来这么多丰富的知识?小朋友若想知道,只要听一个小故事就明白了。 罗蒙诺索夫是渔民的儿子,十二岁的时候,白天他常跟父亲到海上打鱼,晚上就躲在后舱小油灯下看书。 有一次啊,罗蒙诺索夫和父亲在海上捕鱼,突然一阵狂风把他的帽子吹到甲板上。 不一会儿,海上掀起了巨浪,船上的缝缝被吹落了,渔船在海上打转转。 哎呀,这样很可能会翻船的呀。 罗蒙诺索夫不顾一切,沿着摇晃的围杆爬上去,很快地把吹落的缝帆扎结实了,这样船恢复了平稳。 狂风过去以后,父亲将他拉到身边,夸奖道。 孩子,爸爸要奖赏你的勇敢,回到岸上,去给你买件鹿皮上衣好吗? 罗蒙诺索夫摇摇头说,不,我不要鹿皮上衣。 爸爸问,那你要什么? 罗蒙诺索夫说,爸爸,我只要买一本书,别的我什么都不要。 爸爸奇怪地问,难道一件鹿皮上衣还比不上一本书? 罗蒙诺索夫指指蓝天和白云,说,爸爸,我想要一本什么知识都有的书,比方看了这本书,我将会懂得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掉下来,为什么黑夜过去,就是黎明。 爸爸听了高兴地说,好儿子,我答应你。